手机可以说是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你可以一天不吃饭 但你却不能离开手机一天 当某一天丧尸病毒通过手机来传播会怎么样 只要人们接通电话就会变成恐怖的丧尸 今天我们就带您欣赏一部手机主题的灾难电影 夺命来电 克雷是一名漫画家 出于对事业的执着 他跟自己的家人巨少离多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跟家人沟通 手机通话成了他的首选 这天克雷告诉自己的妻子 自己创作的漫画被高价收购了 本想着跟家人分享这份快乐 扫兴的是自己的手机在跟儿子视频通话时没电了 眼看着到处找不到充电插口 克雷只好去拨打了公用电话 正当克雷投币时 他发现身边正在用手机通话的人莫名其妙的发生了变化 他们纷纷浑身抽搐口吐白沫 紧接着就肆无忌惮的袭击身边的正常人 而一个拿起手机准备报警的长发妹 也突然间就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这下克雷明白了 原来只要拨打手机就会变异 此时的机场已经是乱作一团 变异的人群毫无目标的去攻击看上去正常的人群 他们就像丧尸一样 见到人就发起攻击 最致命的是他们会使用武器 吓坏了的克雷赶紧躲了起来 但更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空中失控的飞机直接相撞后撞向了后机厅 这里也不安全了 克雷赶紧顺着电梯往地铁站逃跑 来到地铁站 克雷发现这里的情况也不乐观 这里的电源已经被切断 这意味着乘坐地铁并不现实 并且这里面临着被水淹的危险 在列车长大佬黑汤姆的建议下 一些人决定步行出逃 但是在一段有黑的隧道里 他们被变异的人埋伏 走在前面的小年轻当场毕命 克雷和汤姆只能拼命往前逃 两人玩命的顺着梯子成功来到地面 不过看起来地面的状况更加不乐观 到处是报废的汽车和滚滚浓烟 不用说整个城市都已经变异了 逃脱的二人来到克雷的家中 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 当然这时候克雷首先想到了 是给自己的家人发信息 入夜他们迎来了新的伙伴 杀了自己变异母亲逃脱至此的爱丽丝 两人对爱丽丝的遭遇既同情又无奈 毕竟这时候生存和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两人一番讨论也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这事肯定跟使用手机有关 虽然使用手机的人都已经变异 但克雷认为自己的儿子并不会使用手机 并且妻子当时也不确定还在通话 所以他认为自己的妻儿还存在着没有变异的可能 义无反顾的他决定前去寻找 隔天三人小分队依然出发 大街上到处是变异的人群 他们像集体狩猎的鸟类一样猎杀正常人群 正当克雷他们想着怎么脱身时 一对机车青年男女毫不犹豫的给丧尸们送了人头 克雷他们一看这情景也明白过来 不找点趁手的武器对付这些丧尸肯定是不行了 迅速撤离的克雷一行跑到了郊外 在这里的一处人家 他们找到了不少武器弹药 正当三人准备离开时 克雷发现在秋千上竟然还坐着一个年轻人 不迷所以的他准备上前查看 没曾想这人也早已变异 虽然汤姆及时开枪解决掉了这个威胁 不过却引来了大批的丧尸 不得不说这丧尸还真是高智商 竟然学会钓鱼执法了 没办法三人只能继续逃跑 身后跟着漫山遍野的丧尸群 眼看一条大河组住了继续逃跑的线路 三人索性躲在了河边倒扣的船内 此时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三人惊奇的发现 所有的丧尸就跟有组织受控制一样 全部张着嘴巴发出奇怪的声音 更为有趣的是 这群丧尸还排成长队离开了 这让他们觉得丧尸们肯定是通过某种信号交流的 当晚克雷三人又听到了奇怪的像音乐一样的声音 顺着声音他们来到了一所学校 学校这边只有校长查尔斯和血身乔丹 两个正常人在这里短暂停留 不过学校的操场上却密密麻麻黑压压一片丧尸 更让人惊奇的是 黑夜的丧尸失去了行动和激动性 变得就像完全失去意识一般 可以任人宰割 哪怕是校长查尔斯用刀子捅他 也不会抵抗 查尔斯告诉众人 这群丧尸已经开始发生变异 他们甚至学会了通过发出声音来进行交流 他们作为群体出现以保证自己最大的战斗力 此时学霸乔丹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他认为丧尸群的大脑每到晚上就会重启 目前来看是他们手机里催眠曲的作用 让他们在夜间处于静止状态 而校长认为 为了防止丧尸群进一步升级进化 这时候是干掉他们的最佳时间 一行人决定在洒水车上灌满汽油 紧接着就把丧尸淋了个透彻 校长一根火箭下去 丧尸们发出鬼哭狼嚎的声音 整个操场上一片火海 看着眼前的一切众人五味沉杂 没沉想的是 他们忽略了汽油的燃烧路线 汽油火苗不慎引燃了洒水车 火闪不及的校长命丧当场 收拾好心情 余下的四人昏昏睡去 在梦里 克雷梦见一个红衣男 正在欺凌自己的妻子 睡梦中惊醒的克雷 把梦境告诉给了其他人 让人意外的是 其他人也同样梦到了红衣丧尸男子 隔天四人小分队准备继续前行 此时他们发现 面前一堆烧毁的手机 并且他们有人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不过号码却显示未知来电 爱丽丝赶紧扔掉自己的手机 断绝可能发生的危险 随后众人来到了一处酒馆 这里的人都是正常人 一行人终于有个歇脚的地方 他们告诉克雷 所有的幸存者 都聚集在一个叫喀什瓦克的地方 明天他们也将前往那里 晚上一群人 还有说有笑的喝起来小酒 跳起了小舞 在这里 克雷向爱丽丝吐露心声 虽然自己拥有亲情 但并不珍惜 现在自己无论如何 也要找回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入夜 一名老妇人听到门外诡异的声音 原来她被门外的脉冲波感染了 此时酒馆内的其他人也不幸被感染 混乱中 爱丽丝也因此受伤不治身亡 三人草草收拾的爱丽丝的尸体 边继续赶路 此时他们也意识到 丧尸已经净化了 此时他们已经可以在夜间行动 并且通过嘴巴发出脉冲波 就可以感染他人 不得不说 这丧尸眼看就要无敌了 之前还是物理攻击 现在直接变成隔空的魔法攻击了 以前是攻击正常人 现在直接是招兵买马发展下线了 三人继续前行 这次在树林里 他们又遇到了一对男女 雷伊和丹尼斯 他们彼此交流分享经验 他们得出结论 前往喀什瓦克并不安全 甚至那里正是丧尸们布下的陷阱 在那里有一座信号塔 他们在睡梦中梦到的红衣丧尸 就是想在梦境中把他们引诱到那里 从而将幸存者同化 雷伊表示 只有干掉丧尸的头目 红衣丧尸 他们才能够安全 不过为了保持自己的清醒 雷伊已经整整七天没有睡觉了 当然丹尼斯也是奇葩 他甚至把自己已经变异的哥哥绑在附近 甚至尝试给他喂食 还观察他的反应 满是好奇心的克雷上前查看 却产生了幻觉 原来丧尸一直发出克雷儿子的声音 一旁的汤姆以为 这是丧尸正在试探甚至查看众人的位置 不得已他只能开枪 不用说枪声肯定会吸引丧尸的到来 一行人只能驾车继续逃跑 半路上雷伊停下车走了下来 克雷紧跟其后 雷伊告诉克雷 自己脑子里已经一片混乱不堪重负 他交给克雷一个手机说 最终时刻就可以拨打手机 然后引爆了自己脖子上的炸弹 提前自我解脱了 这边克雷终于回到了自己家中 通过儿子的留言得知 自己的妻子已经变异了 现在孩子已经在喀什瓦克的地方 等待克雷前去团聚 在家里仔细搜索 看着儿子以前的衣服 克雷感慨万千 在这里他也被自己变异的妻子沙伦袭击 好在唐姆及时赶到 一枪解决了已经六亲不认的沙伦 唐姆告诫克雷 其实他的儿子也已经变异 此时如果前往喀什瓦克 无疑是自投罗网 所有的一切都是红衣丧尸 通过梦境向他们传递的假象 然而此时的克雷早已经无所顾忌 明明知道是陷阱 他也要去尝试 跟众人告别 克雷驾驶着雷伊留下的货车 依然独自上路 原来雷伊已经把货车下 放置了足够多的炸弹 只要克雷拨打手机 就可以遥控爆炸毁掉整个丧尸群 到达目的地已经是深夜 克雷发现这里聚集着无数的丧尸 他们围在信号塔周围聚集 穿过丧尸群 他看到了梦中的红衣丧尸 克雷毫不犹豫地撞了过去 并补上了几枪 紧接着在克雷的呼喊中 自己跟儿子团聚 而一转眼 红衣丧尸再次复活 并且自己的儿子也发出了嚎叫 万念俱灰的克雷引爆了汽车 丧尸纷纷倒地 镜头一转 克雷带着孩子离开 其实这一切都是他的幻想 实际上克雷已经成为了丧尸大军的一员 拯救自己的儿子的计划失败了 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美梦当中罢了 一部有趣的丧尸电影 揭露了人类对手机的过度依赖 已经最终产生的恶果 巧妙的设计给人启迪 而整个电影又有公路电影 沿路打怪的设计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关于手机 你又有什么想表达的呢 欢迎点赞评论